在场外很棘手的一些问题 对 好了 主裁判郭宝龙少影响 双方上场的比赛正式打响 投球结尾没有顶远 再顶进去 转身 这是吕文君在门前 但是呢 助理裁判已经举棋了 吕文君是月位在先 来看一下 就是在这一瞬间 张卫投球往小进区方向顶 吕文君还没有及时的 回到不越位的位置 定格脾气在那 他有的时候不会驱从 或者说我什么时候都给外援 他会有自己的选择传球方式 所以看看今天吕文君 能不能也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吕文君再打到左边路 阿兰 中距离起一个半高球 给他进区内的前点 张语廷 中场双方的争夺非常的激烈 在上海队 我们看 华尔克直接来一条掉门 根本就没有考虑 再给自己的同伴送船球 不等预售 马上拥有 好的 这一条协船 张语宁 再给阿兰 漂亮 阿兰快速起脚 斜射远门柱 球打得非常的精准 上场比赛进行到了 30分钟 维森宽队 在快速反击当中 阿兰把握住机会 再给里卡德洛佩斯 传的力量小了 牧一自己打 高了 思路的还是挺清晰的 想分边 两边都没地方分 对方呢 都误以为他有分边 里卡德洛佩斯 没有给身前的王晨超 还想往内线走 传在禁区里面 霍尔克转身 进到射门 二连跟着 结果 里卡德洛佩斯 捕射球技 这是右边的两个人 同时进来到中路 关键是谁呢 霍尔克就要射门质量太高了 对 再加上呢 里卡德洛佩斯 这次送完了球之后呢 没再像上面 是这样停在禁区外边 快速跟进 吕文君的那个干扰很关键 中后掌 上海上岗队 右把球抢断下来 霍尔克中路自己带起来 左右两边 都有人在接应 远射 这是霍尔克最喜欢的进攻方式 是是是 一开始呢 里卡德洛佩斯 还没意识到 霍尔克要干什么 甚至都跑到了 他的行进路线上 转换他往前带球的速度 是啊 而且刚才国安这帮反击啊 这波反击 没人上来跟 球又丢了 哎呦 不欢 哎 结果进村里一边混战 啊 霍尔克 突失冷剑 打到了门柱上 结果丢了球之后 反倒后场是混乱的 对 我们看 嗯 沐一 传这个 霍尔克出现了失误 啊 霍尔克抱怨了几句 沐一呢 跟他解释 是这个场地的原因 嗯 球跳起来了 嗯 飞尔盘队 反击很好的机会 往内线 传 啊 横传过来 结果 奥古斯多 赢球扫射 推一个进脚 还是注意力很集中 把这个球也扑出去了 沐一 让一球开起来 到后面 投球 哎 位置完全跑出来 结果啊 李胜龙 飞身冲顶 高了 沐一这个球 落点太好了 红线 方向 那 这 啊 顶在了皮球的下半部 嗯 但是中场 上海上海又把球断下来了 沐一身前呢 还有 勒佩斯 结果他往中间传 看这头 哎呀 球传得好 准确的找到了中路包抄上来的阿脑托维奇 而阿脑是腾起在空中电射 我们看 结果手边猴森反应极快 最后的祈祷射门呢 也是被封堵 这样的全场